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严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知人体肺炎高发 中国全国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 少了36万 2024考研438万人报名 巴塔哥尼亚与特朗普就公共土地问题展开了斗争 现在他们将矛头对准了拜登 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自重建时代以来首次选出一位共和党市长 两种共和党对特朗普和2024年总统选举的观点 西方不能再忽视普京与伊朗的谋杀联盟了 请大家收看 严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综合新闻 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消息 11月22日 2023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揭晓 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59人 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74人 值得注意的是 严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日 严宁父亲严谨君向南斗记者分享了女儿当选院士的感受 我们以平常心看待 家里也没有特别庆祝 公开资料显示 严宁生于1977年11月 1996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2000年或学士学位 同年9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学习 2004年12月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据清华大学官网报道 攻读博士期间 严宁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 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 研究肿瘤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调控机制 由于对献虫及果蠅细胞凋亡通路工作机里的 结出研究成果获得2005年由Science杂志和GE Healthcare 评选的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 该奖项专门用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只有5人入选 少了36瓦 2024考研438万人报名 综合新闻 据央视新闻11月22日报道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将于2023年12月23日至25日举行 据统计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 据红网此前报道 沿招网官方统计 2023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74万 2022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57万人 支援体肺炎高发 中国全国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 综合新闻 11月21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布消息称 云岛班子成员24小时使港代班 指挥协调 调度全员力量应对儿科就诊高峰 儿科全员停休 科室主任及副主任每日夜班在港 增加儿科急诊出诊点位 甘愿还调动全院具备儿科诊疗资质的医师 支援儿科门诊 开通门诊输液通道 增加护理人员配置 确保诊疗安全 进入秋冬季以来 由于支援体肺炎持续流行 甚至出现甲瘤 新冠等叠加感染 导致航空总医院 儿科就诊量持续居高不下 热门诊量维持在550-650人次之间 较往年同期上升30-50% 座落在北京的航空总医院 11月17日发文称 甘愿实施先化验再诊疗措施 座落在沈阳的北部战区总医院 11月22日发文介绍 每年的秋冬季节 都是上呼吸道感染的高峰期 今年的感染高峰来得早了一些 感染肺炎支援体的化儿明显增加 尤其流感病毒 腺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等轮番来袭 而科门诊爆满 医护全力互同 24小时都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此外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国际部11月21日发文称 肺炎支援体感染支波未平 流感支波又起 轮状病毒 弱如病毒 腺病毒也齐刷刷上阵 连日来 国际部科门急诊就诊化而暴增 单日门诊就诊峰值近300人次 单日门诊输液量高达130余人次 上午门诊时间结束后 仍有二三十个小病号等待看诊 夜间也有60至70名患儿 到急诊就医 工作量非常大 在甘肃定西 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 11月22日发文介绍 移到秋冬 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 进入高发期 自10月底以来 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 儿科门诊 住院患儿持续增多 日均门诊量超过260余人次 日均输液量达150余人次 诊疗压力倍增 儿科病区新增20余张病床 仍然异床难求 整个儿科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急离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也遭遇儿科就诊高峰 甘愿微信公众号 11月21日发文介绍 秋冬季节是儿童呼吸道 传染病高发季节 随着支援体肺炎 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迅速传播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儿科就诊人数不断攀升 随着儿童患者数量增长 儿科医疗服务工作任务也随之加重 能急诊运转压力非常大 现已增与儿科30医生 70护士 增加儿科门诊3个诊室 儿科急诊1个诊室 门诊增援2名医生 许家印香港三栋豪宅被接管 市值22亿港币 综合新闻 11月22日 据市场消息 中国恒大董事局主席徐家印 私人持有的位于香港山顶不立境的 两处豪宅10号C屋 前期低玉煤层住及义屋 已被债权人申请接管 立即几天内可以正式接管 两处豪宅市值超过15亿港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询 香港土地注册处证实道 欧利士亚州资本有限公司 却已申请接管不立境10号C屋 一屋两处物业 目前还在等待注册中 巴塔哥尼亚与特朗普 就公共土地问题展开了斗争 现在他们将矛头对准了拜登 华盛顿邮报 户外零售商Patagonia敦促拜登 总统保护阿拉斯加北极地区 该公司发起了一项旨在塑造 拜登总统在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 保护遗产的运动 该运动包括店内广告和在线视频 敦促顾客提交公开评论 告诉拜登总统要保护阿拉斯加北极地区 免受采矿和钻探的侵害 他重点关注三个生态敏感区域 阿拉斯加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 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和布鲁克斯山脉 拜登总统已经设定了到2030年 至少保护全国30%的土地和水域的雄心勃勃目标 但他在今年春季批准了一个名为 威洛的阿拉斯加石油钻探项目 激怒了许多气候活动人士 南卡罗兰纳州查尔斯顿市 自重建时代以来首次选出一位共和党市长 美联社 威廉 科格斯维尔当选为自重建时代以来 查尔斯顿市的首位共和党市长 科格斯维尔曾是一名共和党州议员 在决选中以约两个百分点的优势 击败了现任民主党市长约翰 泰克伦堡 查尔斯顿市的市政选举 在技术上是无党派的 但科格斯维尔获得了南卡罗莱纳州 著名共和党人的支持 包括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这是南卡罗莱纳州第二个在最近几年选举共和党市长的可靠的蓝色地区 两种共和党对特朗普和2024年总统选举的观点 日积亚洲 据保守派倡导组织 Freedom Works的总裁亚当·布兰登表示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仍然是2024年总统竞选共和党提名的领先者 但他在年轻选民和摇摆选民中的支持有限 布兰登在接受日经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需要在他在2016年赢得 但在2020年失去的四个州表现出色 这些州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 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 布兰登补充说 尽管特朗普在共和党中很受欢迎 但他的言辞并不能引起受过大学教育 中上层阶级摇摆选民的共鸣 西方不能再忽视普京与伊朗的谋杀联盟了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加强防务合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向德黑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导弹 电子设备和防空合作 作为回报 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停止进攻 并有可能获得数千枚伊朗弹道导弹 美国和英国对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后果表示担忧 因为他们在中东和欧洲维护着广泛的安全利益 美国和英国遭到了伊朗指导的代理人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今年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 自由派正在意识到特朗普很可能会赢得选举 他们感到恐惧不安 英国每日电讯 纽约时报一直对唐纳德 特朗普持有低看法 这并不能使纽约时报在美国或英国的大多数传统媒体中脱颖而出 特朗普太粗俗 太糟糕了 无法用言语形容 实际上 这个人是不可能的存在 他在2016年当选 简直是一种恶魔般的奇迹 民主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们竟然提名了一个比这位真人秀明星兼民粹主义煽动者更不受欢迎的候选人 现在他又来了 特朗普不仅第三次竞选总统 而且还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 我写这天文章时 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领先与他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温 德桑蒂斯超过50个百分点 在总统大选中 他领先于乔拜登2到9个百分点 当然 现在还为时过早 但特朗普的势头是明显的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的标题可能是请让他停下来 两位作者迈克尔 C.本德和迈克尔 戈尔德尽力保持一种体面的形象 他们总是用特朗普先生这样的称呼 或者说专家们认为 但最后他们无法自拔 他们显然害怕这个坏成人会在2024年赢得选举 他在各个地方都有所突破 无论他被起诉多少次 有多少法官对他实施禁言令 或者说他在2021年1月6日煽动了暴动 似乎都无关紧要 他只是继续领先于他的竞争对手 中国被指责在北部省份拆除清真寺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被指责故意关闭 拆除和改变宁夏和甘肃两个北方省份的清真寺 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政府遏制伊斯兰教实践的 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人权观察组织HRW声称 中国政府通过减少这两个省份的清真寺数量 违反了宗教自由的权利 卫星图像显示 清真寺的穹顶和尖塔等伊斯兰建筑特征已被移除 目前尚不清楚近年来有多少清真寺被关闭或改变用途 但据估计数量达到了数百座 马拉维需要在2027年前减免近10亿美人的债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路透社 马拉维计划在2027年前向其债权人寻求近10亿美人的债务减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 这个内陆国家由于长期外汇短缺问题 正面临严重的药品 燃料和化肥短缺 IMF已经提准向马拉维提供1.78亿美人的贷款 但需要中国和印度承诺重组他们在该国的外债 才能释放这笔贷款 马拉维对商业债权人拖欠债务 但仍在偿还双边债权人 该国面临16亿美人的融资缺口 其中大部分将通过债务重组填补 其余部分来自赠款 优惠贷款和IMF贷款 航班的乘客数量在今年每个月都在香港增长 但大多数是低成本航班 南华早报 今年以来 前往香港的中国大陆 低成本旅行团的数量每个月都在增长 这表明游客在旅行期间不太可能花费太多钱 这些数据引发了人们对于城市 希望吸引哪种类型的游客 以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问题 尽管旅行团的数量不断增加 但零售销售额并未增加 这表明游客在购物上并没有花费太多钱 据报道 由于需求强劲 美国11月份新车销量将上升 路透社 根据行业咨询公司JD Power和 Global Data的报告 预计美国11月份的新车销量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0.2% 这一增长是由对新车型的强劲需求和库存改善推动的 尽管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发起了罢工 但零售库存水平预计将比上个月增长7.5% 比去年同期增长43.7% 然而 库存增加导致交易价格下降了1.9% 新零售车辆的平均价格为45,332美元 该报告还将全球轻型车销售年度预测提高到了89.3万辆 比去年增长了10%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 南非议员投票关闭以色列大使馆 德国之声 南非议员投票赞成一项动议 要求关闭以色列大使馆 并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外交关系 直到以色列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这项动议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因为是否执行这项决议取决于总统希里尔、拉马福萨的政府 这项动议由左翼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 EFF提出 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称其同一议会动议 是因为目前在巴勒斯坦占领区的暴行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谈谈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选 严宁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选者 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 并且被多个国际权威机构肯定 这个消息让我们对中国科学界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是关于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的消息 今年的报名人数减少了36万人 这可能是由于疫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不过考研报名人数仍然非常庞大 这显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繁荣和竞争的激烈程度 此外 我们也报道了中国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的情况 这可能是由于支援体肺炎等感染病例的增加所致 这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护儿童的健康 并加强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 再来 是关于中国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消息 他的三栋豪宅被债权人申请接管 市值超过22亿港币 这个消息提醒我们 金融风险是不可忽视的 即使是像许家印这样的富豪也有可能面临困境 接下来 是关于巴塔哥尼亚与特朗普对公共土地问题的斗争 巴塔哥尼亚正在努力保护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环境 并敦促拜登总统加强保护措施 这表明 环境保护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选举出一位共和党市长的消息 这反映了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化 共和党在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蓝色地区的地方取得了突破 最后我们报道了有关特朗普和2024年大选的两重共和党观点 这显示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和争议性 对于特朗普是否会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的问题 意见不一 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分歧和多元性 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和简要分析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现在我们开放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